你做完喔 錯了怎麼辦呢 拉回去 重新再跑 好 繼續 重新賦予它值 我看一下這個值對不對 0.18 就沒錯了 沒錯之後的話 往下跑 再來往下跑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值 0 0 呃 這個值 那這個應該是怎麼樣的 total 應該是 如果說今天我們要 第一個這邊應該是插了一個什麼呢 total 它沒有初始值 所以我們在這邊掃一行 掃一行什麼呢 第一個必須要先把什麼呢 在回圈的時候呢 必須先把什麼呢 total 因為它初始值是0對不對 第一次必須要把什麼 本金丟給它 所以接下來就是 這邊掃一行 把本金怎麼樣呢 丟給這個total 再把它回頭 好 回到這邊來了 f8 好 現在裡面的值5萬沒有錯吧 第一次回圈 這樣子我們來看一下 5萬然後乘上加等於之後的話 好 5萬9 沒錯 再往下跑 那因為這邊有一個intl的話 它等於實際上是配合回圈使用的 這個第一年對不對 那第二年多少 回圈 有沒有 因為我剛剛這個條件還沒成立嘛 就是它2還是小於10 所以會進到回圈嘛 對不對 所以進來回圈 再把剛剛的值5萬9 有沒有 再乘上多少 0.18 有沒有 那這樣的話乘出來就是我們第二年的 第二年就是6萬9620 再來接下來f8 有沒有 那再來就是第三年了 所以intl就會累加到第三年了 以此類推 那這個鍍迴圈就會直接幫我們把最後的結果 通通都秀 那直到第幾年呢 第10年 如果第10年的話呢 這個值 現在10 10等於10 那最後一年了嘛 對不對 那也就說這個地方 到這個地方 現在intl加1之後變11 那11這個條件呢 一定是不成立 不是true 有沒有 所以不是true的話 你可以在這邊把它選取起來 游標放上去 選取之後呢 再交給一招除錯